萨姆家里的真闹剧总算是解决了 后来想想啊 我越想越觉得是老爷子想要孙女 毕竟看这情况 萨姆总是不允许自己女儿到他父亲家里 老爷子那边的事情先不说了 萨姆这边又开始一惊一乍了 在地图上 他突然发现空巢那边正好是肖邦地盘的中心 哎呀 我这次来就是跟肖邦杠上了是吧 不是弹钢琴那个肖邦啊 走吧 出发 如果他们识相点 我觉得我也能跟他们好好谈谈 把神器给我交出来 如果他们不会好好说话嘛 那我就刚好捡垃圾咯 赚一笔谁不愿意呢 对吧 哎呦 城外这什么玩意儿 造型建造的还挺好看的 旁边还有不少机器人 不过都是待命状态 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大晚上的偷偷摸到空巢 这地方以后改名吧 别叫空巢了 就叫萧草吧 人家直接在这建立了个基地好不好 本来琢磨着要不要搞搞偷袭 慢慢摸进去 十步杀一人 千里不流行 结果好嘛 我还没开火就被发现了 直接被对方火力硬生生的给逼突闪鼓了 打不过打不过 真的打不过 敲掉几个机枪炮塔 我总算能稍微往里突进一点了 好了 敌人全部干掉 现在这里可以重新把名字改回空巢了 萨姆从地图上查到山洞 现在已经被萧邦给占领了 这是把山洞给改造成仓库了 还是什么 山洞里除了有不少资源 不少的萧邦成员 另外还有不少矿物 整个山洞也挺深 至于说内部的异常 他们有没有发现 我觉得应该也发现了吧 看看 又是这个样子 一堆矿物悬浮在空中 敏眼又是个重力异常区域 不过我估计 萧邦的人就算发现这里异常了 应该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我把旁边的矿石清理了一下 一抓神器 哎呀 忘了 这玩意儿不能摸 不过这次好多了 我没昏迷 摸一下也没事 这次看到的东西 跟上次好像没啥太大区别吧 走了 撤退 走出矿洞我就有点懵 外面站了一群人 这是要埋伏我 来人正是萧邦的老大 萧 我是没想到 萧现在是个女的 这家伙看样子 也不太想和萨姆 彻底撕破脸皮 所以没有第一时间攻击 毕竟萨姆家势力不容小区 不过萧也不想吃了这个亏 自己帮派好好的待这儿呢 莫名其妙就给清空了 要么拿钱补偿 要么我们就把小命留下 总得给自己的帮派成员 有所交代吧 这次运气好 凭借一张嘴 竟然就把萧给说服了 我们正准备走呢 突然一阵骚动 说什么阿什塔来了 阿什塔是个啥呀 哎呦 这玩意儿看起来眼熟啊 我在来空巢的路上 好像干掉过两只 这个星球本地的一种动物 只是这种动物攻击性很强 之前因为有神器在这附近 阿什塔不敢靠近 现在神器被我拿走了 阿什塔突然就开始袭击了 话说 咱跟萧也不算有什么深仇大恨 顺便就帮他清理一下 萧也够意思 我帮他们解决了阿什塔 他还给了我点东西当做感谢 挺有意思 事情原本解决 我即刻返回漏室 和之前一样 神器融合进去了 好吧 跟之前没太大差别 也就是悬浮在空中的碎片 多了三个而已 从沙拉那里 我另外还得到了一个 神器的线索 要去探查只眼上找个人 呃 这个先不急 我现在其实更担心 巴雷特现在什么情况 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先回去维特拉新看看吧 希望林建功还没走 我也可以问问情况